歡迎收聽停損王第18集的節目 現在時間是2021年1月25號的早上9點 大家早安 今天的盤好像很精彩 但是因為我要錄停損王 我不可以看 今天聊的東西會比較雜一點點啊 然後我還要順便做一個小實驗 就是我要把語速稍微放慢一點點 我怕大家聽停損王 聽一聽會聽到覺得聽覺疲勞 資訊密度太高怕你吃不消 首先要先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最近聽Podcast聽久了 然後就覺得說有一些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大家都有在聽Podcast 廢話不然怎麼聽得到我節目 Podcast這個東西我覺得很不錯啦 只需要用到耳朵就可以了 雙手跟眼睛都可以很free 像我們乾爹就說他會在洗碗的時候聽 那有些人會在通勤的時候聽 健身的時候聽 在聽Podcast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可以解放很多出來 尤其在搭捷運的時候更明顯 在搭捷運的時候聽Podcast 然後戴上耳機 就可以讓雙眼休息 然後你可以轉頭看看其他那些通勤的人 他們八成都在滑手機 注意力都被手機給吸住了 像在掉點滴一樣 就像帶著呼吸器 跟他們比起來你就相對的比較健康 然後像我們的聽眾呢 主要集中在25到35歲 那大家年紀也大了對不對 你太常低頭滑手機的話 可能那個肩頸痠痛 可能會困擾你一輩子 主要不是要講這個啦 要跟你說 你的注意力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 這些科技巨頭 他們都會像殭屍一樣 發瘋式的想要搶奪你的注意力 因為他只要能夠想辦法 讓你一直滑手機 然後讓你一直盯著他們的網站看 那他們就可以得到你的注意力 然後就可以拿你的注意力呢 拿去賣很多錢 所以當我們要投入注意力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也要想清楚 就像是在買股票之前 要認真考慮一樣 要先想一下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值得你 投入這麼多注意力 投入這麼多注意力能夠獲得什麼 又會犧牲掉什麼 那我就覺得說 幫你的注意力組一個ETF 這才是正確的知識 一個讓自己能夠跟上變化的正確知識 世界變得太快了啦 我們的注意力要稍微投資一點點 在比較有營養的東西上面 如果沒有持續的吸收 持續的精進呢 我會覺得時間就像禁止一樣 被鎖在上一個時空 沒有跟著大家一起往前走 這個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例如投資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因為想要投資某一個東西 所以就會有動力去了解 做功課的過程當中 還會發現很多的新大陸 這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自己的世界就拓展開來了 雖然說沒有全面擴展到所有的範圍 但是起碼會在有興趣的領域裡面 就會覺得自己很全球化這樣 跟你講一個小故事 我國中的時候 我們的數學老師 他是一個很愛講大道理的人 然後他很喜歡問我們問題 他的問題我都覺得超難回答的 因為那個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那一種 他就老師他最大 他說對我們哪敢說錯 然後有一天他就問我們一個問題 他問我們說 你們知道烏龜跟兔子賽跑誰會贏嗎 大部分的同學都回答烏龜 那我是比較白目 我就回答兔子 我想說你們這些低能同學 林北早就已經進入八旗思考領域了 這一題的答案一定是兔子 絕對沒有錯 因為老師是問兔子跟烏龜賽跑啊 他又不是問龜兔賽跑 從機率上面來看 當然是兔子跑贏烏龜的機率比較高啊 兔子跑比較快啊 不是嗎 結果後來老師公布答案 幹答案竟然是烏龜 理由呢就是 龜兔賽跑那個故事裡面 最後是烏龜贏了 然後我就被全班的同學笑了 他們就笑我說 欸你連龜兔賽跑的故事都不知道嗎 傻眼貓咪 白癡喔 只要兔子沒有停下來的話 那烏龜絕對被屌打好不好 我後來回想這個故事啊 我就覺得大家都回答烏龜 就只有我回答兔子 我就很像Michael Burry這樣 我就是一個放空仔 我就是一個反市場的放空仔 然後大家都這樣 那我就不要 我就覺得我很聰明 然後我就去放空 然後答案出來之後 我就發現說 啊幹我輸了 我最後也只好尊重市場 我就做錯了 做錯我就回補了 那上面那個故事不是要跟你講Michael Burry 就是要跟你講說 重點就是不要停下來 配置好自己的時間 有些學校老師 就是停在一個很奇怪的時空 一代宗師裡面有一句話說 寧可一失禁 莫再一失挺 不怕慢 只怕讚 雖然大家可能已經離開學校很久了 但是只要呢 你能夠持續的吸收 過幾年 你再回去學校找老師 可能就會發現 欸幹你的老師還停在那裡 他還停在那個時空 那你也不要努力過頭啦 像我在2017年那個時候啊 我覺得 我就是不太會看比特P的盤嘛 我就覺得說 我幾乎24小時都在盯著那個盤 這樣真的太累了啦 那你瘋狂的做功課 然後沒有讓自己休息一下 也是很恐怖啦 我是覺得現在 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讓自己處在一個平衡 一個不要讓自己覺得太累 但是也不會讓自己停下來的這個平衡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呢 你配置一點點時間 在收聽Podcast這件事情上面 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像我就訂閱投資影啊 讓Wade幫我看盤 然後訂閱王博達 讓王博達幫我看整個總金 這樣不就省很多時間嗎 那當然也不只Podcast啦 那其他還有看 像是看影片 聽演講 或者是看一些部落格之類的 這四個呢 大概就是 可以吸收薪資的 比較不錯的一些媒介 這四個裡面 我覺得Podcast是最輕鬆的 我稍微跟其他的東西比較一下 像影片啊 因為他製作比較麻煩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 你想要看到很營養的影片 比較難啊 講太艱深的影片 就沒有人要看 大家都喜歡看什麼 五分鐘搞懂區塊鏈 十分鐘聽懂量子力學 三分鐘看懂有機化學 最好是啦 你幾分鐘就學完了 那你就當那些 乖乖肯原文書的人 都是北七嘛 我會想要嘴這個 就是因為我的YouTube頻道 最多人點閱的是哪一部 你知道嗎 就是四分鐘搞懂比特幣錢包 大家最喜歡看的就是那一部 那其他那個Podcast呢 他的那個收聽次數都超級少 五分鐘的話 三分鐘四分鐘這種的 你就只能夠學到冷知識而已啦 你比較沒辦法學到一些 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說 喜歡看影片的話 可能可以找一些紀錄片來看 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那至於演講呢 演講這種東西 比較吃那個演講者的功力 那個演講的人啊 他不只底子要夠好 表達能力還要超級好 這樣你去添完演講 你才會覺得很有Feel 這個部分啊 你可以參考一下TED的演講 打TED 搜尋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各個題材都有 那些呢 都算是很精彩的簡報 但是呢 你如果看久了以後 還是會覺得 哦 越看越無聊 還有就是啊 演講的時候啊 講者呢 通常很難好好的發揮 根據我自己呢 去演講的經驗 通常準備了百分之百的內容 可能在演講當天啊 就只能夠講百分之五十左右 反而呢 Podcast 可以讓我發揮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想要講的東西 幾乎都能夠完全表達完畢 那你也不要對那個講者 那個YouTuber 或者是那個Podcaster 有太大的信仰 我的意思是說呢 你聽他們講 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百分之百 相信他講的東西 舉個例 像我就很喜歡看老高 我把他當作呢 吸收新知的一個入口 老高是科學家嗎 不是 但是他的表達能力真的很好 看他的影片 就可以獲得很多新的想法 我就不會把他當作教科書啦 你不要把他當參考書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有一些本科系的人啊 他們就會拒看 拒看老高 在那邊酸說 老高在誤導觀眾 像停損王Podcast做這種內容 比較偏向教學的題材 我都有心理準備啦 就是 準備說哪一天啊 有人突然衝進來LINE群組 然後在那邊嗆我 在留言區那邊嗆我 說我說錯啊 說我講錯什麼東西啊 這個心理準備我是有的 欸 很奇怪耶 都有一些號稱大學教授 或者是博士的人 然後在電視上面講外星人 做一些很扯的舉動 那我們講錯這一點點算什麼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有一個很荒謬的影片 好像是新聞農捲風吧 一個那個博士 在那邊跳上帝立直舞 就會看到一個來賓啊 在那邊跳上帝立直舞 然後像水母一樣 在那邊扭來扭去 其他人在旁邊在那邊 靜靜的看 超荒謬的耶 這種東西都可以上電視 那我們講錯一點點 或者說論點上面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瑕疵 這個我就覺得還好啦 我不會因為這樣就因噎廢死 那大概要講的就是這些啦 你的時間呢很寶貴 自己看報紙看新聞 我反而都覺得有一點點的奢侈 所以呢 如果花錢可以買時間 然後花錢去訂閱一些 你覺得OK的自媒體 幫你爬梳那些大量的資訊 至少你可以知道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透過他們先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你有興趣在自己深入去研究 這個就是所謂的訂閱經濟 好那話題拉回來 好像我就覺得 podcast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比那個看影片 或者是比那個聽演講那些的 都還要好 最終那些你覺得可以信任的podcaster 然後把你吸收到的資訊 從他們身上吸收到的資訊 然後內化成你自己的東西 全部統整一下 然後內化成自己的東西 久而久之啊 你就會有能力去判斷 什麼資訊是對的 什麼是bullshit 其他的時間呢 你再拿去專注在你自己的領域 還是你要拿去打電動耍費都可以 這樣的話你的節奏就會很漂亮了 以上呢 就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 收聽podcast的正確知識 然後還有就是慢慢的走 也沒有關係 只要不要停下來就好 慢慢走 這個是AV女優教我的 他們常常都會在那邊跟我們講說 不要停 不要停 看A片還可以學人生大道理 超棒的 對了 有一件事情忘了講 身為一個有在聽podcast的人 我覺得你值得有一副好的耳機 不是要業配啦 我們這種小咖怎麼會業配 沒有要業配 我只要跟你說 自從我買了一副好的耳機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很不錯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有一副boss 那個QC352代 這個是一個全照式的藍牙耳機 那降噪很讚喔 我之前帶這副耳機去搭飛機 超好睡 然後他會幫你呢 把一些底噪都去掉 那我都說這個叫做 隔出自己的小宇宙 戴上去之後 就感覺像是把自己 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一樣 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吵你 很讚啦 推薦大家也可以買一副來試試看 我都帶全照式耳機去剪podcast 所以我的podcast裡面 如果有一些聽起來不太舒服的聲音 我都會把它剪掉 那種太大的呼吸聲 吞口水的聲音之內 我通通都把它剪掉 連爆音我都有修掉 很講究吧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的職人精神 對我來說 弄podcast其實沒有比影片輕鬆多少好嗎 我一部podcast不知道要剪幾百刀欸 很扯好不好 等一下話題拉回來 那個全照式耳機 我們拉回來這邊 全照式耳機帶出門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只有出遠門的時候 還有剪片的時候 會帶全照式耳機 另外我還有準備一副 AirPods Pro 這個東西比較輕便 去健身房的時候也可以帶 這樣 它的降噪功能也很不錯 雖然沒有boss這麼好 那你有你有了這個降噪功能 它就可以讓你暫時的享有心靈祥和 短時間的心靈祥和 在這邊就這樣這些東西推薦給大家 哇哦 珍妮佛羅培茲 你剛剛攻擊我的村莊 大家聽得懂這個梗嗎 我講珍妮佛羅培茲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早就已經流行一輪了 你才在那邊珍妮佛羅培茲 媽的過氣 對啦 珍妮佛羅培茲已經流行了大概一個多月了 你剛剛攻擊我的村莊 現在比較夯的是那個天竺鼠車車 但是天竺鼠車車我覺得應該也很快就過氣了 我靠 這個到底是誰發明的啊 有毒欸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但是你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天竺鼠車車的東西 要蔓延開來了 我有去市場調查了一下 小孩子有些還沒有聽過 但是大部分的大人都已經知道這個東西了 再過一陣子 你可能就會看到路邊的夾娃娃機裡面 也有一大堆天竺鼠了 那我這邊沒有要講天竺鼠車車啦 只是要跟你說呢 我最近有注意到這個而已 一個東西的流行啊 如果能夠紅到出現迷因 紅到吸引一些人去二創 甚至開始有周邊商品 那這個東西呢 就算是紅到爆了 例如之前的鬼滅之刃 就是類似的案例 好OK 這個章節要講的東西呢 是要來補充一下 補充那個之前LBC跟Library的內容 雖然說乾爹呢 說我Library那一集呢 講的還不錯 但是我後來呢 其實我在使用的過程中 有覺得有一些東西 還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 上一集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講的不夠完整 所以我這邊再多補充一點 我們先把鏡頭呢 稍微拉遠一點點來看Library這個平台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三個東西 一個是LBC的區塊鏈 另外一個呢 就是LBRY的網路架構 最後呢 就是Odyssey的那個入口網站 然後呢 你把鏡頭轉向LBC這個虛擬貨幣 這個虛擬貨幣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是POW的區塊鏈 就是說它是可以挖礦的 類似比特幣這樣的虛擬貨幣 一樣呢 都是用礦工來驗證他們的交易 它的使用場景呢 目前就只有在Odyssey上面而已 當作呢 一個鼓勵大家上傳影片 然後呢 鼓勵大家呢 去邀請朋友來這個地方 看影片的一個獎勵貨幣 你想要獲得LBC的管道 就是去挖礦 或者說你去交易所買 那又或者說你在Odyssey上面呢 做一些事情 來獲得這些獎勵貨幣 LBC 目前這樣看來啊 最輕鬆的管道 不是挖礦 也不是去交易所買 最輕鬆的管道呢 就是你要到Odyssey上面呢 去用你的行為來挖礦 就是你去看影片啊 你去分享影片 去訂閱 然後去完成它交代給你的任務 去領這些幣 那些創作者啊 他把影片拿過來上傳 他其實是上傳到Library的網路架構上 其實不是上傳到那個官方的Odyssey 那邊喔 官方只是示範性的給你一個入口網站 叫做Odyssey 用這個網站呢 他去爬那些Library的網路上面的東西 用這個網站去抓影片過來這邊給大家看 他其實不只是能夠上傳影片而已 你還可以上傳其他的東西 你連那些什麼聲音的檔案啊 或者是PDF 或者是照片 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上傳到Library上面 所以呢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啊 如果你以後啊 出現一個另外一個入口網站 然後他要去幫你爬Library上面的A片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新的網站啊 假如說他真的有出現的話 其實他不一定要用LBC喔 他也可以架完網站之後啊 然後他自己在那個以太幣的區塊鏈那個地方 發一個他自己的 比如說ERC20的那個虛擬貨幣 然後用他自己的網站 在他自己的網站上面玩 他自己玩 然後這也是可以的 他不一定要用LBC 好像沒有看到有人在討論這一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我 lost掉的地方 有的話呢 高手請指教一下好不好 我舉例一下喔 像我們之前在用BT的時候那樣啊 沒有人規定說你一定要用迅雷下載 你只要有種子 只要有人做種 那你就算是用其他的代理 像是我之前呢 我會直接用自己的NAS 然後去裝BT 去抓那個BT 它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算Library這個東西真的夯起來了 那LBC也不一定會to the moon 那再來呢 就是要討論的就是 LBC這個B的挖礦設計 我也覺得怪怪的 所謂怪怪的地方就在呢 你用POW這種挖礦 來產生你的B 有一點點浪費礦工的資源 挖礦的人啊 為了這個B 他會貢獻他的設備 然後貢獻他的設備 運算能力來挖礦 結果呢 在LBC的挖礦過程當中 礦工他付出的算力 幾乎全部都只是拿去記帳而已 我會覺得這個有點浪費啦 你想一下喔 對於ODYSY上面影片很LAG的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說ODYSY上面 因為現在很少人在看 所以呢 影片呢就會很LAG 所以他會比較慢 然後我們都說 我們的說法是什麼 我們說以後呢 如果很多人在看那個ODYSY的話 那他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對不對 現在說法是不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期待啊 日後使用者如果有變多 才有機會呢 讓ODYSY上面的那個 觀看體驗變得更流暢 但是那一群在挖礦的礦工 不就是現成的節點嗎 為什麼 我們就靠他們就好啦 就靠礦工 來提供那個更流暢的網路體驗 這樣就可以了不是嗎 你直接鼓勵礦工當節點啦 讓他們在挖礦的同時呢 也可以幫忙整個Library的網路 然後更流暢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如果你吸收這些礦工 只是為了要LBC的記帳而已的話 那說真的 你還不如直接中心化的發幣 這樣就好了 你去與太方的區塊鏈一次 把所有的幣都發行完畢 然後你官方呢 自己留一部分當自己的收益 其他呢 拿來鼓勵使用行為 這樣不就比較簡單嗎 之前啊 在挺損王LINE群組那邊 就有人問我說 欸 挺損王 你有沒有考慮要發一個挺損王幣呢 你可以用這種挺損王幣啊 然後讓大家投票 投票說欸 之後 想要在Podcast上面想要聽的主題 之類的 欸不錯啊 我知道這樣可以啊 而且其實發幣的成本也不高啊 任何人都付得起 只是呢 使用場景的設計一定要漂亮啦 如果你想不到這個幣喔 有什麼用的話 那其實也不太需要發幣 我只要用LINE上面的投票功能就好啦 幹嘛特別發一個幣來投票 不太需要吧 所以就是 使用場景的設計很重要啦 剛好藉由這個案例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使用場景的這件事情 這個啊 在發幣之前 你就要先把使用場景都先想好了 因為區塊鏈的特性啊 就是不可逆 然後不可改 哪一天你覺得這個bug 無解的話 那可能就只能靠硬分岔來解決 這就是發 這是為什麼發幣之前一定要好好想好的事情 上個禮拜啊 以太幣突破歷史新高 那應該也有一些人關注到以太幣了 開始會去認識一下它的智能合約 它的歷史還是什麼的 那那個長到突破歷史高點的以太幣 其實它也是分岔出來的欸 它的前身呢 是以太經典 ETC 以太經典 因為他們之前有發生一件大事啊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之後呢可以搭配那個 區塊鏈鬼故事的部分 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另外做一期視頻給大家做講解 LBC的總量啊 是10.8億顆 目前的流通量大概是5億 我覺得它目前的問題 大概就是上面我所描述的那樣 還有就是我很難想得通 到底是誰要買 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有在那個LINE群組那邊 發起一個投票 大家其實投出來的答案也差不多啦 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誰要買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有誰會去花錢 把這個LBC的幣價撐起來 很奇怪啦 這一種類型的幣啊 它有很明確的使用場景 那我們用目前的風向來看 真的在看影片的人 他其實不會去買 那創作者當然更不會去買 礦工的部分呢 我其實想不到還有誰要挖這個 LBC要漲 那大概就是靠投資人對未來的想像 覺得這個平台有機會呢 瓜分到一些Youtube使用者 Youtube的那個大餅 有一些會被刮過來 我是覺得不會啦 因為讓他們過來的這個摩擦力 真的太大了 你想想看喔 Youtube那些使用者啊 我是說看影片的人 他呢就算是再怎麼受不了那些廣告 他只要每個月花一兩百塊 他們就可以買Premium 然後輕鬆享受無廣告體驗 就算是Library上面呢 有什麼珍貴到不行的內容 他們也不一定會過來 因為呢 對他們來說買虛擬貨幣的摩擦力 真的是超級大 不然呢 我也不會都已經到第17集了 我還在探討手續費的問題 還在探討上鏈與不上鏈的問題 因為買虛擬貨幣跟操作虛擬貨幣 這件事情的摩擦力真的太大了 好再說了 付費訂閱的內容啊 我們現在也不一定要靠Library 我們現在就已經有Press Play了 那聽到這邊 你有沒有開始覺得很複雜 對喔 很多會讓你覺得呢 對未來有想像的小幣 他背後的使用場景其實就是這麼複雜 有一些小幣 他會為了他的價格 還有他的前途 他的用途 他會盡量去想辦法讓他的幣有用 那就是因為有用 然後就是因為實用 才會有人要買 那光是這樣還不夠喔 他們還要考慮到供需平衡 假如說他是沒有總量限制的幣 那他可能還要搭配一些銷毀的機制 不然的話他的幣價一定會崩 比如說像BNB這個幣 那個幣安發行的BNB 他一陣子呢他就會銷毀一批 這樣他才有辦法去穩定他的幣價 不然的話一直無限制的發行呢 他就會越來越便宜 幣價會越來越崩跌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很多小幣啊 他最後最後都會跟快要到期的權政一樣 根本就沒有人要買 然後他的價格呢就死在那邊 我記得前一陣子 我有在那個LINE群組那邊跟大家分享啊 我說欸 我的以太幣錢包裡面 竟然有88萬顆的KICK token 那到底什麼鬼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那就是那個是人家空投的 有一些幣啊 他甚至要用空投 平白無故這樣送給你 就是因為他怕沒有人用耶 那你聽到這邊 你有沒有瞬間覺得 其他的小幣都是垃圾了呢 最後的最後 也就是現在 你也看到了結局是什麼 竟然是萬幣歸宗 不是萬佛朝宗 萬幣歸宗 大部分的份額呢 就歸到比特幣 或者是以太幣的身上 比特幣其實超級難用耶 他的手續費超貴耶 啊所以呢 啊人家就老店啊 老店就是有名啊 你新開的店 就算有冷氣有沙發 甚至有完美牆 你都不一定能夠活得很久 但是你看那些老店呢 那個50年老店 他們隨便放個塑膠椅 然後叫客人坐在馬路旁邊 照樣有一大堆人在排隊 現在的比特幣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最老最有名的老店 幹我講話很滅火耶 這樣誰敢來找我業配啊 哭哭 好啦我再把話題拉回來 Library跟Odyssey 講歸講 我們停損網頻道呢 也是有在那個 Odyssey上面開頻道的 目前啊我的錢包裡面呢 已經有11顆的LBC 如果只是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Odyssey他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用途的 因為有些創作者啊 他要在YouTube上面呢 他在YouTube上面創作 根本就賺不到什麼錢 你想要在YouTube上面開廣告營利啊 第一個門檻就是1000個訂閱 然後呢除了1000訂閱以外啊 你還要累積那個觀眾的觀看時數 達到4萬個小時 是4萬還是4千個小時 我記得好像是4萬吧 那這個呢 對一般的小咖來說 真的非常難達成 那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只能出奇招啊 比如說去蹭一些很紅的影片啊 去把它二創 比如說像最近的天竺鼠車車 他就去二創一些天竺鼠車車的影片 去想辦法吸引流量 那有時候你影片紅了也沒有用 你頻道不紅還是沒用 YouTube的世界是很殘酷的 假如說呢他們的運氣好 真的達到開廣告的門檻了 那他們也不一定敢開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他的影片都已經沒有什麼人在看了 那你還敢開廣告出來把客人趕走嗎 當然不敢吧 對不對 目前呢 停損完Podcast在YouTube上面啊 還沒有達到營利的門檻 那就算以後我達到營利的門檻 我也不會開營利啦 我先立這個Flag 拜託 誰想要在聽Podcast的時候還要聽廣告啦 有人要聽就不錯了 還敢開廣告啊 就是因為這樣啦 所以呢 這些規模比較小的創作者 比較不受YouTube歡迎的小咖 在Odyssey這邊呢 就不錯 總結一下 Odyssey未來呢 最適合的型態 可能就被 就類似那個被NCC關台的中天新聞台 或者是呢 那些有開收費課程的老師 比如說呢 把技術分析 分成8堂課 然後8個影片 使用者呢 想要在Odyssey上面觀看 必須要先付錢 可能呢 付一顆LBC之類的 這樣 這種小小的金額慢慢賺這樣 賣這種 他們去賣這種有含金量的課程內容 可能呢 就有辦法創造出一些LBC的需求 以上 就是我們停損完Podcast 對LBC的補充 這些想法呢 如果讓你覺得很有Feel的話 歡迎你留言 來跟我們討論 後面呢 我們進入盤後閒聊的部分 盤後閒聊 嘿嘿 好久沒有講台股了 在大咖的眼裡 我們這種小廢物開節目 跟大家聊股市 就是關公面前耍大刀 插鞋銅開頻道自以為股神 跟羅志祥比把妹 還有什麼嗎 嗯 在浩浩面前業配 在麻吉大哥面前表演割韭菜 最近這幾個月 股票呢 超夯 然後大盤又一直嘎 大部分的人都賺錢 爆牌 跟牌的風氣 非常旺盛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這樣 買股票的人呢 他們很喜歡聽那個預言 不管是別人預言 還是自己預言 他們自己也很喜歡預言 然後呢 預言中了 他們就會沾沾自喜 這樣 然後看別人看錯 看別人做錯 就去打臉他 這個歪風 我真的覺得超級有病 明明你們全部 就都沒有預言的能力 也沒有拉盤的能力 就不知道你們到底在拽什麼 看對了就一直吹捧自己 看錯就一直凹 這一種 你各位啊 真的自己要小心一點 小道消息天天都有啦 這一隻老闆說要吵 誰誰誰認識內部高層 說這一隻要拉到多少多少 那請問上個禮拜 你的內線賺多少呢 如果你有認識超盤高手的話 你可能就會發現 高手的看法每天都在變 因為盤式的變動超快的 他天天都會改變他的看法 就算你是坐在他的旁邊下單 在他旁邊跟單 你也不一定跟得上 真的跟到了 你也不一定會對 也不一定會賺錢 因為你的投資組合 你的投資配置跟他不一樣 那你跟高手的那個差距就會出現 人家持股跌了 可能有其他的東西可以cover 那你就只跟到了一隻 你就只ALL IN了一隻 那你跌了就是跌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主要是呢 從2021年開始以來啊 就漲了一波紅海族群 然後後來就是前兩個禮拜的垃圾盤 都台積電跟聯發科這些大咖在那邊秀 然後一些中小啊 傳產啊 跌一片 上個禮拜三超猛 整個台灣股市啊 1500檔股票 全部都是跌的 只有台積電是紅的 那連0050也漲到翻 想不到吧 感覺就像呢 我們這些幣圈啊 一大堆人在那邊玩小幣 結果呢 你在玩小幣的時候 轉頭看一下 大哥比特幣突然開始吸心大法 把你們通通呢 全部吸光吸乾 你崇拜的那些大神 那些昨天啊 預告說明天會漲停的老師 同學會的那些神人 很多呢 都躲在一些小股票裡面 那如果說你覺得 最近好奇怪哦 那個老師怎麼開始佛系看盤了啊 他爆的股票啊 都已經季線都已經跌破了 月線都跌破了 結果呢 他還在那邊跟你強調說 我們是價值投資啦 我相信這次股票的價值 總有一天呢 一定會回到他的基本面上 那你就要小心了 我覺得那個老師呢 可能已經偷偷出貨了 他可能出貨之後 跑去追那個台積電跟聯發科 他以前準 並不代表他以後就會準 以後有機會的話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解析老師 怎麼分析那些內容 這一段的重點呢 主要就是要跟你講說 如果跟你爆牌的那個老師啊 那隻股票都已經跌到爛了 那他還在那邊信心喊話 那就表示呢 他可能已經跑了啦 你沒有必要 你沒有必要在那邊陪他 除非呢 你的部位真的是不痛不癢 還有啊 買支撐不一定是對的 追高也不一定是錯的 如果你看盤 只是整個交易日都在盯著自己的持股 那真的啦 不如不要看了 盯盤的時候呢 主要是在側風向 我上個禮拜四啊 突然心血來吵 盯盤盯了一整天 齁 我真的覺得超累 還沒有收盤 我的查克拉就快要用完了 真的比打電動還要累 玩短線就是這麼傷神 會玩期貨的人 我覺得跟鬼一樣 而且呢他們看法幾乎每天都在變 可能昨天判斷說 喔這個是盤整 天花板跟地板在哪裡 那明天呢一個突破 他可能就看法完全改變了 他就會跟你說 接下來漲幅滿足到多少 他們玩期貨的節奏就是這麼快 有些人玩短線他們節奏更快 他們可能訊號看得很準 然後他們就可以去玩短線 我們玩線股的話 小閃戶真的啦 只要偶爾關心一下趨勢對不對 就可以了 大盤從萬四拉到萬六了 如果你的持股還在防守 更慘的是說還緩跌 喔那就真的很爛了 以上就是我目前對一月的部分 台股的看法 我怎麼感覺好像有點弱 我看其他人好像都會預言一下 還是說什麼的 但是我這真的很不喜歡預言 我挺損亡 看到節目名稱都嚇死了 誰還敢理我 誰要管我的預言 為了犒賞一下 有聽到最後的觀眾 我教你一招很有趣的招式 我很常用喔 就是啊 你不知道要買什麼的時候 你很苦惱的時候 你就買一些0050 無腦的買 真的一點點就好了 一百股也沒關係 買了以後你就不要賣喔 除非你真的買太多了 比如說你買到你總資金的水位的50%以上 那你就可以賣一點點 你爽的時候就賣一點點 好 那0050買了以後 偶爾呢 你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收盤以後 你再轉頭看一下你的0050 不管你那一天是賺錢還是賠錢 尤其是你被大套牢 你大賠錢的時候 那些0050可能會變成你的心靈支柱喔 這個比張老師還要有用 你就會覺得喔 還好我有0050 沒關係 我有0050 0050在後面照著你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你在賺錢 沾沾自喜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一下0050 如果你的績效啊 輸給0050 那你也可以順便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他媽超爛 很爛也沒關係 我有時候也很爛 我有時候轉頭看一下0050 幹我真的覺得我好爛 好想死 大部分的人真的都很爛 真的沒關係啦 你還有一條命啊 你還有你的本業啊 你還有你的工作啊 你看乙武陽框四肢都沒了 他還可以盪鞦韆耶 那你的家人啊 你的小三啊 你想想看啊 你的PS5啊 這一類的 你就想一下嘛 你就會覺得喔 人生還是有希望的 那萬一啦 你真的很想贏 真的不想輸 安息教練 我好想玩股票 怎麼辦 打不贏他 你就加入他啊 就這樣而已 好 後面我們來回一下QA 難得有人在Apple Podcast留言 這個我一定要重點處理一下 在上禮拜四的時候 有一個叫九九菜雞 他說五星推推菜雞想問個問題 想請問現在這一波比特幣跌幅的看法 烏烏謝謝大大 上禮拜四留言了 欸我現在回是不是有點晚了 呵呵 我們那個停損王是每個禮拜一更新的 所以你的回覆我會重點處理啦 但是你一個禮拜 我一個禮拜才會看一次 禮拜四呢那一根跌幅 我這樣看好像蠻大的 跌了13%左右 我看你的留言你說嗚嗚嗚 那應該是已經進場了 沒有關係啦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如果你有在我們LINE群的話 我大概在禮拜二的時候 有畫一張日K三角收斂的圖 我那時候覺得比特幣差不多了 差不多在兩三天要表態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啦 其實也不是預言還是什麼的 就是K線上面看 如果你間三角收斂到三角形的那個尖段 差不多就是要表態了 表態是什麼意思 不是向上就是向下 但是一定往右這樣廢話 不過這根下殺 它是發生在禮拜四的 應該也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我那時候講的 再兩三天要表態了 這根下殺呢應該 還會再回來測一下上面這個平台 就是說它可能會稍微反彈一下 然後上來測上面這個平台 那大家我覺得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站不回來的話 那他可能還要繼續再往下去測其他的支撐了 那個小小的M頭應該已經差不多已經確立了啦 那技術上來說我是這樣看的啦 其他的部分就是呢 喔幹這個講起來可能會有點多 不過看在難得有人留言的份上 我講一下好了 比特幣之前的走勢啊 從一萬出頭走到這個地方 幾乎是沒有什麼大回檔的 頂多盤整而已 所以呢營造出了一個 大家都覺得不會跌的形象 會這樣一直漲到十萬塊的形象 然後在那邊一大堆機構在那邊一直喊 含五萬、含十萬、含二十萬 甚至有人喊到一百萬 所以呢 大家追價的意願就會很強 因為他都沒有什麼大回檔嘛 而且喔 之前那些關卡 也有很多很多的空單 我說的關卡就是類似說 比如說錢高啊 或者是整數關卡啊 兩萬、三萬、四萬 這一些的 那個地方都會有一些空單 那他們搁上去突破 還可以有那個空軍認輸的助力 就是空軍如果認輸了之後 他就會浮起來嘛 上漲的力道就會很強啦 那這一次呢 空方可能已經被嘎怕了 你如果去觀察籌碼的話 大概就是說 前方已經沒有壓力了對不對 那大家比較不敢空 除非在五萬那個地方 可能還會再空一點 你現在去看 前方兩次整數的關卡 兩萬、三萬那個地方 都是一路嘎 所以目前應該 空軍已經差不多 投降差不多了啦 所以目前應該是多軍的比例 會明顯大過空軍 這樣 那再加上呢 從上個禮拜四開始啊 從那個夜輪的消息開始 利空的消息就放了好幾個 所以就洗了這一波 之後如果又有再突破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些利空的消息都會變成假的 反之呢 如果他再繼續跌 甚至可以直接宣告 熊市又要來了 那這些利空呢 全部都是理由了 都是真的了 全部成立 好 那說了這麼多 具體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自己的做法是先看戲啦 如果他反彈回不了我畫的線的位置呢 我就會稍微減碼一下 如果你是套牢在三萬八以上 甚至是你套牢在四萬的 我也會建議你減碼啦 看你是要之後再朝底 還是說你等他長回來 你減碼的位置 你再來追回來 那突破前高再追回來 這種做法都是可以的啦 如果你是要朝底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畫一個M頭 往下的話 應該可以一直跌到兩萬那個附近 才有支撐喔 那至於你要問我跌下來是什麼看法 沒有啦 哪有什麼看法 還是多頭啊 是有一些歷史經驗可以參考 沒有錯啦 但是呢 這個也只是參考而已啦 歷史經驗有辦法告訴你台積電會上六百嗎 歷史經驗有辦法告訴你 比特幣可以做到四萬嗎 沒辦法嗎 都沒辦法 我只能跟你說看比特幣的時候 你多拉幾個小幣在旁邊一起看 像我就會固定拉以太幣 比特現金 門羅幣 或者是Link 這些東西放在旁邊一起看 看久了呢 大概會有一點點的Feel 那這些給你做參考 那我今天早上 我有看到以太幣呢 開始突破了 以太幣現在漲得很多 那比特幣算是有點在休息的狀態 這個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2017年那個時候 2017年底 2018年初 那個比特幣啊 創新高嘛 最高最高拉到兩萬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比特幣開始休息 然後以太幣開始狂漲 那個感覺有點像 我不知道 感覺好像有些人也會跟我講類似的話 那我是不太覺得說 過去的經驗可以用在現在 但是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我上面講的那一些 然後去做操作 給你做參考 好 再來還有講一個東西 就是昨天晚上啊 貓大他有回說 可不可以講一下雙花攻擊 然後51%攻擊 用人化的方式講給你聽 可以啦 講一下啦 那個其實這個東西其實可以講一整集啊 但是簡單稍微回答一下 51%攻擊呢 就是你短時間之內啊 你得到大量的算力 有可能是短時間之內啦 或者說你真的掌握了大量的算力 這種去中心化的架構啊 如果說你掌握了大部分的算力 那就會變得算力中心化 那算力中心化的話 就是他可以呢 決定這條區塊鏈的走向 那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了大量的算力 其實我們不會去發動攻擊 如果今天假如說 我掌握了50%以上的比特幣的算力 我會乖乖的去挖礦就好了 我挖礦 我勝率就很高了 那我不需要去攻擊 那為什麼要攻擊 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短時間之內 取得了50%以上的算力 他想要暫時做出一條假鏈 來騙交易所 騙交易所比較有賺頭啦 因為你雙花的話 你要C to C嗎 C to C要賺什麼 主要是騙到交易所 然後你呢你讓這條假鏈持續久一點的時間 你騙交易所說 我有打這一筆錢進去 然後你在交易所裡面呢 換錢出來 然後你進去之後再出來 那交易所就要虧這一筆錢 那個51%攻擊 曾經有在別的幣上面發生過啦 通常是那種算力已經低到很慘的小幣 像我自己就知道 曾經發生過的就是以太經典就發生過 那還有BTG也發生過 當你今天礦工少到幾乎沒有人要挖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出現雙挖攻擊 那出現這個那個51%攻擊之後呢 你在交易所裡面呢 就可以做進行一次的套利 那這個幣如果他有價值 那他只要做那個短時間之內購買大量的算力 去做那個51%攻擊 他就可以在交易所裡面呢吃香喝啦 那交易所其實發生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交易所其實也會去觀察說 有沒有分岔 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只要呢他們覺得有疑慮的時候 他們就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會增加確認 一般來說你打比特幣進入到交易所的時候 他會說我們會在五個確認以後 比如說五個區塊的確認以後 然後就確認說你的幣已經打進來了 這種確認的方式呢 就是交易所的一種保護的機制 我先確定說你這一筆錢 在五個區塊都是穩定存在的 那你這一筆錢呢就有進來了 那我曾經遇過啦 就是有些被51%攻擊的 或者說疑似被51%攻擊的幣 這時候交易所呢會開啟一種保護的機制 就是說欸 你的幣要進來 你要等100個區塊確認 或者是等200個區塊確認 你只要等長一點 那那些想要藉由51%攻擊去騙交易所的人 他們因為他們是暫時取得51%以上的算力嘛 所以呢他們會花很多錢 他們是花錢去買算力的之類的 維持51%以上的算力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不管你是從挖礦設備還是從買算力都一樣 如果說交易所今天跟你說說 要200個確認要300個確認 那表示說呢 你要300個區塊 你要穩住300個區塊的51%以上的算力 你才有機會騙得到交易所 那個成本超級高 你從成本的角度上面來看 維持這個51%攻擊 他的賺頭就會比較少 就這樣 那你進去跟出來都要300個區塊確認 這樣的話賺頭太少了嘛 那交易所就可以防住這件事情了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51%攻擊的部分 那比特幣這個新聞呢 我個人是覺得小事而已啦 如果今天比特幣真的發生了51%的攻擊 一定是大新聞 絕對不會是呢 你在那邊小道消息 看到一個小新聞 結果呢 大家好像當作沒事一樣 比特幣發生雙化攻擊 絕對是大事 好 那希望上面的QA都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這一集節目就到這一邊 下次見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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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